一个孩子聪不聪明,不是孩子本身有多大问题,而是谁答孩子的问题。 有的家长,明明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,却让自己带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。 第一,吃饭用味,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学着吃饭了。 可大多数家长总是觉得孩子还小,吃饭吃不好,弄得满地,满身,满桌子都是,干脆自己喂了。 免得收拾那么多,就这样一习惯,孩子就越来越不愿意自己动手,到几岁了还要家长追着喂饭。 其实孩子只要买一岁就可以自己吃饭了,吃不好没关系,让他养成习惯,再慢慢改正菜掉饭的问题。 第二,家长喜欢去孩子做事,孩子在玩玩具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,家长只要看到孩子不会就去帮忙。 孩子弄掉的东西,不让孩子动手剪,而是自己直接动手去帮孩子做了。 孩子弄掉东西让他自己剪,要让他知道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哪怕慢一点,做得不好没关系。 在做的过程中,他会自己想办法,实在不行,家长在进行引导。 第三,帮助孩子推卸责任。 小孩子走路的时候,总是会有些磕磕碰碰,孩子一旦碰到哪儿,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赶紧上牵抱孩子抱起来,然后问孩子,磕到哪儿了? 孩子并会指着刚刚碰到的东西说,是这里。 然后家长就开始故意拍打孩子所指的东西,说打他打他。 其实这样的情况下,家长要做的不是去推卸责任,打背磕到的东西,要知道,东西是禁止在那里的。 孩子是活动的,应该告诉孩子,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,小心一点,让孩子反省自己的问题,不要把孩子培养成,遇到什么事就只知道怪之怪那的习惯。 第四,孩子自己惹的是家长去替他处理,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,总会出现一些小孩子的矛盾,比如争抢玩具,一旦发生矛盾,家长们就自行处理了。 根本不让孩子知道,自己错在哪儿,对在哪儿,孩子自己制造的麻烦,让他学会自己处理。 家长在旁边引导教育,既能锻炼孩子出话表达能力,还能可看出孩子的处事能力,可以锻炼孩子的行伤。 第五,阻止孩子的行动力。 每个孩子都是非常好动的,对事物充满好奇。 这个时候,家长不要去阻止孩子行动力,可以在孩子旁边,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看着孩子,发现他的兴趣爱好,发现他的动手能力。 很多家长就特别喜欢对孩子说,这个不能弄,那个不要碰,这个你不会,让妈妈来之类的话,我们无法陪着孩子一辈子,就要在他小的时候,教给他独立生活的能力,给父亲宠他的生活,就要狠心收起那份尼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